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给我最大的触动是 我觉得要更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或者自己想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也越来越明白 开心的一个重要 到这个年纪一定要去寻找 并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或者未来几年的方向 而且我觉得到了28岁 身上的责任和承担也都要大于之前 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折点的年纪 我觉得28岁要有一定的担当 要有一定的责任 要去选择性地做未来更好的自己 这就是我理解的28岁